參謀總長賴明昌上將,今天上午8點半鐘,在國防部總長會合室,以中華民國空軍飛行雄章一座,頒贈給大韓民國的玄機玉女士。 曾經在1925年,也就是民國14年,在昆明,畢業於我國的空軍航空學校第一期,歷任中華民國空軍飛行員、編譯員、校官等職務,現年71歲。 參謀儀式以後,他曾經受到五國空軍總司令,陳伊凡上將和全女士的同學們的祝賀。